第23章 晚导 自省的本质和必要性 认罪必须具体说明全部罪行 应当满心厌恶罪 我现在论述晚上六点的灵修 圣经称此时为第十二个小时 或一天的最后一个时辰 此时特别适合灵修 这点毋庸置疑 凡自称敬虔者都当于此时祷告 此时各行各夜所忙碌的工作逐渐停歇 众人此时正当回顾和省察当日的一切行为 此种反省必不可少 因基督徒一生必须不断悔改归正 如果说我们必须为一切罪孽而悔改 如果说因不思悔改而导致的罪责 仍旧挟制着我们 那么我们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反思 我们各样的罪和犯罪的具体环境 以及罪恶的程度和后果 并且为此悔改 圣经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一一比九 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的罪才能被饶恕 我们的罪责和不义 才能得到洗净 因此我们每天都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常常谨慎 时时反省 免得不小心背上不思悔改的罪责 因此 每晚自省不仅是适合智者遵守的好规则 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好规则 我们必须每天认罪悔改 因为倘若我们不为当天所犯的具体罪行认罪悔改 那么这天的悔改就没有意义 失去了悔改的最大益处 悔改必须包含这种自省 正如您必须花时间做任何事情 除非您专门花时间悔改 否则您不可能悔改或忧伤 同样 除非您清楚当悔改的内容 否则不可能真正悔改 因此 必须检查和数算自己的一切行为 不过是说 必须清楚自己应当悔改的每件事情 您或许到现在为止 紧紧笼统地承认自己是罪人 并且无关痛痒地祈求饶恕 既没有坦诚具体的罪行 也没有为当天具体的罪行 而伤心痛悔 您由此认定这样泛泛的认罪就够了 以为如此简单的悔改足矣 假设另一人以为 每周末笼统地认罪足矣 认为为七天所犯的重罪 忏悔一次与每天 为具体的罪行忏悔并无差别 我知道您看得出此种观点 既不合情理亦不敬前 我相信您看得出其中的危险和欲望 然而既然您反对此种观点 您也应当反驳上述 无需每日详细描述和反思具体罪行的观点 因为尽管没有具体经文 反驳这样的规点 但圣经岂是我们什么是悔改的本质 并且告诉我们必须为具体的罪行 做具体的忏悔 因此这充分证明 我们每天必须仔细而具体地悔改 如果我们不反对笼统地 为当天所犯的罪忏悔足矣 这种做法 就不能反对 把一周所犯的众多罪行 全都留到周末 一次性敷衍了事这种做法 您是否赞同 我们必须每日认罪 才能让内心一直厌恶罪 否则我们的心就会变得麻木僵硬 逐渐丧失责任感 难道这个理由 还不足以让您每日为当天所犯的罪行清楚地 具体地认罪悔改 既然认罪会提升我们对罪的厌恶 那么清楚而具体地认罪 思想和坦承您具体的罪行 让他们大白于天下 认识他们的前因后果 具体而忧伤地承认每个罪行 当然更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对罪的憎恨 这种效果远胜过简单格式化的认罪 也就是紧紧口头上 笼统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因为最伟大的圣徒 也承认自己是罪人 所以这种无关痛痒的认罪 根本不能让您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真正感到羞耻 而且难道您不会告诉这样一个人 任凭自己每周笼统地忏悔一次 可能使自己危险地遗忘自己所犯的许多罪 但是除非您相信我们必须记得自己的每个罪行 并且为之而悔改 否则您说的话里还有什么道理或力量 我们岂非必须牢记每一个具体的罪行 每天逐个忏悔吗 因此我们应当每日认罪悔改的每个理由都证明 我们应当每日为具体的罪行而认罪悔改 因为我们每日认罪的理由和必要性 恰恰在于我们每天都犯罪这一事实 所以每日认罪的内容 就是承认这一天的众多过犯 并为此忧伤痛悔 我认为若您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并祈求上帝宽恕就上床睡觉 那您应认为自己乃大不敬钱之人 您不会认为昨天已经做过此事便足矣 但是如果您认罪时不考虑当天的事 仅仅重复昨天用过的词语 那么当天的罪就可视为尚未悔改之罪 如果当天的罪需要重新忏悔 那么这种忏悔就必须是全新的才合理 因为正是白天的状态和情况 决定了晚上忏悔的状态和方式 不然的话 重复同样的话语 不过是空洞的一事 有灵修之貌而无敬钱之时 这于您实无益处 让我们假设您某天犯了罪 出于虚荣自夸和骄傲 而把某件好事归功于自己 或犯了诽谤之罪 或做了放纵私欲的丑事 让我们假设您第二天的生活 与之完全相反 您没有忽略任何一次祷告责任 而且在余下的时间老实做正事 我们假设 您这两天的认罪祷告 采用完全一样的话语 因为您认为这是 每晚必须履行的宗教责任 而非适合当天具体情况的真心悔改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 可说这两天的悔改都是合一之举 假如我们说这两天的悔改 无需不同 这岂不等于说这两天的罪责毫无差异 我们怎能认为这两天的悔改都完全适当 每天的悔改都与其罪责的大小 性质 内容相符 再如 假设那天您犯了上述三个大罪之后 在您悔改的晚岛中 只想起了其中一个 那么 另外两个岂不正是为悔改之罪 并且仍旧挟制着您 那么 您岂不是落入与白天犯了这两个大罪 而晚上不思悔改的人同样的光景 这一切并非吹毛求疵 亦非启人忧天 而是清楚的真理 此乃敬前生命的真正本质所在 因为既然悔改必不可少 那么我们就必须以正确的方式 认真履行这个责任 我讲得如此之细致入微 目的不过是让您明白 仔细省察当日一切行为 不仅是一条良善的规则 并且与悔改本身一样 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 某人应当为夜间的行为负责 那么注意白天的每个行为 难道是可有可无的吗 既然 某人应当为夜间的罪行悔改 那么意识到 他当悔改的罪行 难道是多此一举吗 而且 尽管我们承认有时候笼统的认罪或许已经足够 因为我们的罪都是人性不可避免的弱点 但是连这种弱点也足以证明 自省绝对不可或缺 因为若无自省 谁能知道自己以此种方式度了一日 再说 晚间的悔改 也就是细细清算当天的一切行为 不仅是消除罪责的必要途径 而且是修补和完善生命的真实道路 因为 只有这样的悔改 才能触摸人的内心 唤醒人的良知 让人始终恐惧罪和厌恶罪 例如 假如某一天晚上 您承认自己的罪 就是敷衍或完全忽视灵修的责任 或浪费时间闲谈 假如您为这些罪在上帝面前谴责自己 并祈求他的宽恕 恩典和帮助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比这种忏悔更能帮助您 避免第二天重蹈覆辙 或者 假如您隔日又犯了同样的罪 并且再次在上帝面前省察并谴责自己 那么他们的发生 就再次证明自己是何等愚望和软弱 使您内心感到痛苦 后悔和羞耻 您很可能因此渴望成为更好的人 就反复的罪行而论 我们如此省察和忏悔显然大有益处 我们的心因此而变得谦卑 充满悔恨和切腹之痛 并且会或多或少迫使我们改善自己 然而 一个格式化的笼统的忏悔 一个仅仅是例行公事的顽倒 而不思想当天具体的过错 不管自己白天的行为好坏 这种祷告对人心没有益处 一个人可以天天如此祷告 一生不断犯罪又不断忏悔 而内心毫无愧疚 也不渴望改善自己 因为如果您具体的罪行 不包含于您的忏悔之中 那么您的忏悔总体而言 就对内心没有影响 正如承认众人都是罪人于 您本人并无特殊意义 只有当您指明自己 犯了哪些具体的罪行 且是专属于您本人的羞耻 和可责备之事 而非广义的罪 或众人所共有的罪时 这才算认自己的罪 唯有此种认罪 发现和指出自己具体的罪 才是真正忧伤痛悔 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心境 而没有这种忧伤和扎心的认罪 则空洞无误 既不能赎从前的众多罪行 又不能使我们的内心归正 或修补我们的人生 进而言之 要让此种反省更加有益 每个人都应当按照正确的方法来施行 每个人的本性当中 都有各自的缺点 具有某些别人所没有的陋习 或不良倾向 某些特别难以摆脱的弱点 以及比别人更加难以克服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 自己的这些毛病 正如知道自己的好物 所以我们必须在晚间 悔改祷告中 严厉地审判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特有的罪行 我说严厉审判 因为若我们不够严厉 则不足以克服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应当弯出来丢掉的右眼 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弱点 所以有属血气的能力 若我们不极力抵挡 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会胜过我们 因此 人既然最清楚自己如何受制于愤怒和私欲 就必须每晚坚持反省 常常审查这些性情 他必须找出自己的每个过错 不论是思想 话语 还是行为上的过错 他必须为自己顺服私欲的一切言行 而感到羞耻 在上帝面前责备自己 他绝不能任凭自己 放纵这种性情 而不反省 除非他完全无视祷告的责任 再说 如果您发现虚荣心战胜了您 常常让您喜欢打扮 追逐时尚 渴望别人赞美奉承您 那么您万不可放任这种性情 或在顽岛中忘记对付它 您要向上帝 忏悔每个虚荣的思想 或语言或行为 让您为此感到万般羞愧 众人都应当如此行 坦诚自己最大的弱点 就是自己属血气的性情 尽管这样不会立刻使他们变为天使 但长此以往必定会产生美好的效果 而且 一切地位和职业都有各自具体的危险和试探 使人容易犯某些罪 因此 每个愿意改善自我的人 都应当在顽岛中思想 如何才能不落入自己所处地位 最容易犯的罪中 因为我们的事业和生活环境 强烈地影响我们 所以 若不这样警醒守望 我们就不能逃避 每天所面临的各种试探 按其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 穷人容易埋怨不安 富人最容易放纵肉体情欲和肆意妄为 商人容易撒谎和赚取不义之财 学者容易骄傲虚荣 因此 不论身份地位如何 人总要严格省察自己 特别是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关的那些缺点 再说 正如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 每个好人都持守 或至少愿意持守某种圣洁生活之道 并且为自己设定某种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 而这些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并非众人共有 而是唯独他自己晓得 因此 他每晚灵修就应当包含自我省察 反思自己是否遵守了这些规则 倘若有一条没有守住 就当在上帝面前责备自己 这里的规则是说规范我们的各种安排和日常活动的准则 这些准则使我们一切活动有秩序 包括工作 灵修 致死肉体 读书 退休 交谈 吃喝 振奋精神 睡觉 等等 好准则必定是改善人性的正当途径 一切虔诚的基督徒都应当把这些准则应用于自己 倘若基督徒不能在晚间自省中思考这些准则 就很难在平时生活中遵守这些准则 最后 您不应当满足于快速浏览当天的活动 而要仔细加以审查 从当天第一个行为开始 然后逐个回忆每个重要事项 不可忽视任何时间 地点或行为 如此省察会很快使您成为与从前不同的人 正如智者不同于愚人 这将更新您的心智 赋予您智慧 并让您渴慕完全 这些都是您从前所不具备的美好性情 关于丸岛的自省 我就谈到这里 现在我继续论述一些您应当思想的真理 您要常常思想它们 好让内心惧怕一切罪 并且帮助您在忧伤痛悔中承认自己的罪 首先思想 一切罪之于上帝是何等可增 罪是何等低贱 它让罪人在上帝眼中多么肮脏 天使和魔鬼的区别正在于此 每个罪人只要犯罪 就是魔鬼的朋友 就是与上帝为敌 罪是灵魂最大的斑点和污秽 比肉体的污秽或疾病更加肮脏 满足于活在罪中是人更大的低贱 比诸喜欢在泥里打滚或喜爱肉体的不洁更加龌龊 思想您多么厌恶一个只喜欢肮脏而痛恨高尚和清洁的受造物 让这个事实使您明白 另外一个只喜欢犯罪和不洁的灵魂 在上帝眼中必定更加可增 一切罪行 不论是肉体情欲 骄傲或虚假 或其他私欲 都不过是理性灵魂的污秽和不洁 而一切一行 都不过是人心纯洁 高尚 美好 完善的表现 他们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 在思想 人的罪责之大 大到若不是上帝亲自牺牲 人就不能得救 可想而知 您应当何等畏惧犯罪 上帝靠口中的气息和话语 用六天就创造了整个世界 但救赎世界却艰苦卓绝 时间持续数千年之久 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知道 上帝多么轻松地创造了万物 但那有无限怜悯的上帝 饶恕我们的罪过 却是何等的艰难 这个教训来自那最昂贵的救赎 那些血淋淋的祭物 那些痛苦和惩罚 以及那些疾病和死亡 必须经历这一切苦难之后 罪人才能站立在上帝面前 请思想 这些伟大的真理 上帝的独生子必须成为人 承担我们一切的软弱 过贫穷、痛苦、悲惨和受人鄙视的生活 遭受各种逼迫、仇恨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受尽了一切苦难之后 上帝终于与人和好 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人 经历了这一切 当思想犹太律法中 一切血迹和赎罪迹都预表 基督最大的牺牲 让我们晓得上帝多么恨恶罪人 当思想世界仍旧浮在这罪的咒诅之下 上帝恨恶罪人 也在许多事情上显现出来 诸如饥荒、瘟疫、风暴、疾病和死亡 当思想亚当的众子 都要经历充满疾苦的人生 他们本能的渴望不得满足 反要致死 且要将肉体的邪情私欲 钉死在十字架上 好有份于我们救主的代赎之死 当思想 他们一切的苦修和舍己 一切的眼泪和悔恨 只有靠那位坐在上帝右边 仍旧为他们代求的基督 才不至于落入虚空 当思想这些伟大的真理 思想基督奥秘的救赎大功 上帝和人类所受的这一切牺牲和苦难 都是为了消除人的罪责 然后 思想您应当怎样痛悔流泪 并洗净自己脱离罪恶 我们刚才思想了罪责 罪毁坏了人的本性 让人遭受如此严厉的刑罚 使人在上帝眼中看为如此可憎 甚至要上帝独生爱子的代数 以及我们自己的悔改 才能使我们恢复地位 领受上帝的恩惠 下面思想专属于您自己的罪责 如果您想知道 您应当如何为自己的罪痛悔 只需要思考 您会如何劝诫另一个罪人悔改 以及您希望罪人中的罪魁 怎样改过自新 而这正是每个人所处的境况 每个人都荡看自己为罪魁 而您也应当看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 因为尽管您或许知道 众人都犯了某些大罪 而您却得以幸免 但您还是能够认定 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理由如下 第一 因为您知道自己内心的欲望 超过知道别人的 并且能够指责自己所犯的 为您自己清楚的各样罪行 而您却不能肯定别人也犯了同样的罪 因为您最了解自己内心的欲望 鄙俗 骄傲 诡诈 以及明知故犯的罪 胜过其他任何人 所以您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因为您知道自己的罪行 何等严重 胜过知道别人的罪 第二 我们罪则多大 首先要看上帝赏赐给我们多少益处 要看我们从上帝领受了哪些具体的恩典 祝福 恩惠 亮光和教训 这些恩典和祝福 以及上帝给我们的无数恩惠 慈爱 使我们罪加一等 而这一切恩典 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因此 每个罪人都最了解自己罪责的严重程度 远超过知道别人的罪责 于是他们理当看自己是罪恶的罪人 上帝如何善待其他罪人 他赐给他们什么亮光和教训 他们从他领受了哪些祝福和恩典 他如何用神圣的感动触摸他们的心肠 这一切您无从知晓 但您却晓得关于您自己的这一切事情 您知道您自己的罪责何等深重 您不能指责别人不懂感恩 却能用他来指责自己 正因如此 历代伟大的圣徒都谴责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罪何等深重 却不知道别人的罪过如何 因此 要让您的内心充满痛悔之情 以及深刻地认罪 正确的方法就是 您不应该去考虑或与别人比较外在的生活方式 然后 因为您表面看来不像他们那样罪大恶极 而认定自己确实比他们好 不过 要正确认识您自己的罪责 就必须考虑您所处具体的环境是健康 还是有病 年轻或老迈 具体的呼召 受教育程度 接受过的启示和教导 与您交谈过的好心人 您受过的训诫 您读过的好书 您所领受的数不胜数的神圣祝福 恩典和恩惠 您抗拒过圣灵多少感动 您多少次食言 以及多少次忽视良心的审查 衡量每个人罪责的尺度 正是这些环境和条件 因为您只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 所以您必知道自己罪责的严重程度 超过您所能指责其他人的 全能的上帝或许知道 还有比您更大的罪人 因为上帝无所不知 他看见众人的一切罪行 但是如果您自己的心对您忠诚 那么他最清楚您自己所犯的一切罪 因为他能看见您犯罪的前因后果 所以他最了解您的罪责 您或许看见别人犯您没有犯过的罪行 但您晓得自己有许多罪 也是别人所没有犯过的 并且那在您看来如此缺乏美德 如此令人厌恶的人 假如他处在您的地位 有您的条件 接受了上帝所赐给您的一切恩惠和恩赐 或许他会比您更好 这种想法迫使人谦卑下来 他非常适合骄傲的人 就是那些和别人比较外在条件 按照外在生活方式来衡量自己美德的人 因为不论您看谁 不论他的生活方式与您有何等差异 您都永远无法知道 他是否像您一样拒绝上帝的恩典 也无从得知假设他处在您的地位 是否比您更加忠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您慎重思想 如何劝诫一个您看为罪魁的人 在上帝面前忏悔和畏罪哭泣 因为如果您秉公而论 您必将这些罪名用于您自己而非别人 因为上帝只让人有能力知道自己罪过是何等身重 却不让人能够晓得别人犯罪的前因后果 所以每个人所晓得的罪魁必定是他自己 您很容易看出某人外在生活方式如何触犯上帝的律法 但您永远不敢断言 假如您处在与他完全一样的环境 不会触犯更多的诫命 经常严格地反省这些事情 会有效地让我们证实自己 谦卑自己 让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罪恶是何等之大 让我们注意在谴责别人时 要极其慎重和温柔 因为当上帝向某人发怒胜过众人时 这人岂敢对别人声色俱利 当他晓得自己的罪恶身重远胜过晓得别人的过犯时 他怎敢严厉斥责别人 您多少次拒绝圣灵的教训 您多少次忽视良善的动机 您多少次辜负上帝的祝福 您多少次打破美好的誓言 您多少次扼杀良知的省察和督促 这一切您都心知肚明 然而 别人是否犯过同样的罪 您却不晓得 因此 您所知道的罪魁必定就是自己 因此 一旦您畏罪或罪人感到愤怒 一旦您读到或想到 上帝向邪辟之人所发的怒气 就让这些怒火 教导您最严厉地检讨自己 最谦卑地痛悔 并承认自己的众多罪行 因为您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最后 总结本章 您此时已经查验和忏悔自己的罪行 但您应当以为自己睡前仍需再次祷告 此时祷告的最佳主题乃是死亡 因此 让您的祷告完全向着死亡敞开 承认死亡的一切危险 未知和恐怖 用各种方式在祷告中影响和唤醒内心 帮助您正确理解死亡 让您正确感受死亡的临近和重要 祈求上帝让您的心充满这种紧迫感 好让您时刻不忘这一事实 并按照这一认识来行事为人 每天预备迎接这日子的到来 想象您的床榻就是您的坟墓 想象一切都预备停荡 您与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纠葛 唯有上帝的大怜悯才能让您重见天日 再给您一点时间从事敬虔的工作 然后将自己交给睡眠 如同托付于上帝的手中一样 好像再也没有机会行善 醒来就会发现自己成了脱离身体束缚的灵魂 等待最后审判的大日子到来 每晚如此庄严顺服上帝 离弃世界的一切 好似与之诀别 在夜晚的宁静黑暗中如此操练敬虔 很快您的心灵就会感受到美好的果效 因为此时特别适合此类祷告和默想 并且睡眠和黑暗症类似死亡 它们会帮助您更深地认识自己的罪 更加违罪忧伤 这一时辰十分适合灵修 唯愿您不会在陆陆无为中 错失修补心灵的良机 最后观 it Peki 分析你 从灵用不到 参旺